3月25号新竹县政府在尖石厢原住民文化馆 特别为在台湾服务31年及27年的 比利时级耶稣会士丁立伟神父和高丽良神父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颁发国民身份证仪式 由杨文科县长亲自颁发国民身份证给两位神父 由尖石厢曾国大厢长颁发健保卡 并由移民署人员以及新竹教区省长各堂的教友 都一起来参与盛会 丁立伟神父26岁的时候来到台湾传教 1990年开始生根兼石乡 长期关怀社区部落家庭以及原住民青年 甚至提供就学经费免费住宿 让原住民青年透过学习拥有一技之长 对于获得身份证这份殊荣 丁立伟神父表示 他感谢台湾政府肯定他在新竹兼石乡 长期的陪伴 但他更高兴的是 真正的与本地原住民成为了一家人 丁神父还喜乐地谈到 拿到国民身份证之后 可以有投票权 可以更多的参与社会 我今天台湾政府有给我还有高政府身份证 都是一个肯定啊 是说好像政府感谢我们在这里 陪伴这里的人那么久 我更是可以说我跟这里的人 现在是一家人 可以更参与社会啊 反正我现在有投票权啊 也我65岁以后 也可以出交通工具的 这样走一点污染啊 不要开自己的车啊 就可以付板票而已啊 比利时级丁神父 他也提到了自己是多元文化的人 可以更具体地强调 在台湾市各种文化族群的交流 他希望各民族都是一家人 高丽良神父在30岁那一年来到台湾 为了照顾在地原住民 及竹东客家乡亲们 成立了青年客户辅导 为老人设立健康站 高神父每周奔波往返竹东北浦 等七八个部落 关怀拜访弱势家庭 不仅提供物资 让他们得以为生 还透过实际的探访 带入天主的爱 成为他们心灵上重要的支柱 对于领到身份证 高神父喜乐地说 能够领到身份证 不是他一个人的光荣 是靠所有人的帮忙 他也代表整个教会的光荣 社会大众肯定教会所做的工作 高神父期待 把天主的爱 更多地分享给别人 不只是我收到的 所有的跟我一起合作的 帮助的 为台湾服务的 我不是一个人服务 是一起的 包括教会啊 教区 教区的 我们的 耶稣会的 弟兄们在台北 高雄那边的 所以建设很难的 我想 没有想到 我可以得到 所以 现在我就感觉了 我需要更多的福 更多的牺牲为了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变得更美的 不是环保的美而已的 是新的美 我们是 传教我们是神父们 有处于那个新的人 那个灵性的 那个灵魂的 让人可以更有 互相的 彼此相爱的 丁神父和高神父 在坚实的奉献 让许多居民 受到莫大的帮助 坚实幼儿园的幼童 特别以活泼可爱的 舞蹈表演 来感谢为坚实居民 贡献良多的神父 3月25号当天 也是高丽良神父的生日 因此杨文科县长 也为他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全场人员高兴地唱 生日快乐歌 两位来自比利时的神父 因为爱耶稣 跟随耶稣 来到台湾的山区 为原乡人民 默默地付出 相信许多受到 他们帮助的原住民 和青年们 都能从两位神父 学习到的耶稣 无私奉献 慈悲仁爱的精神 继续传给所有的台湾人